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基础API的一个用法 那什么是API呢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打印字Console Lock 这就属于我们的一个API 那么UNIAP呢 给我们封撞了非常多的一些基础的API 供我们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官网 首先呢 我们在官网点击API 我们可以看到左侧呢 有基础网络 网络里面呢 我们发起请求 UNI.Request 然后我们可以去发起我们的一个请求 比如说我们去请求一些 后端的一些服务接口之类的 我们可以用UNI.Request 然后呢 有一些上传下载 比如说我们要去向某个服务器啊 去发起一个请求 然后去上传我们的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用UNI.UploadFill 这个一个API 同样呢 我们还有对应的一个下载 去下载我们的文件到本地 然后呢 有一些websocket的一些API 然后等等啊 还有我们的一些路由跳转 我们UNI.之类的 这都属于我们的API的一个范畴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讲一下我们一个API的一个用法 我们就拿设备里面的一个系统信息 我们来举例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UNI.getSystemInfo 然后我们来具体的呢 去写一下 回到我们的代码 我们在这里 怎么写呢 UNI UNI. UNI.开头的一个前缀 这说明是我们要去使用API了 UNI.什么呢 getSystemInfo 这是我们的一个eap接口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写一个成功的回调 我们会返回一个值 这个值呢 我们去打印一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UNI.getSystemInfo 这个接口去请求我们的系统信息 如果请求成功之后呢 会从我们success的一个回调里面 去返回我们的一个系统信息 那么有成功肯定是有失败嘛 我们的fill 如果失败的话 会在我们这里返回 那么还有一个回调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一个complete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都会返回我们的一个信息 我们去输出一下 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打印 不管成功失败都会返回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加一句话 成功的回调 这里是一个失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输出是不是成功的 然后回到我们的一个项目 我们现在在这里先刷新一下阴面 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呢 首先会给我们执行了一个success 然后去返回了我们对应的一个系统信息 比如说我们的window top window bottom 什么像我们的一些语言呢 像我们的一个状态栏的高度 包括我们的一个系统 当前我们是iOS的一个模拟器嘛 所以这里返回一个iOS13.2.3 然后我们的一个平台 还有我们的一个手机型号 全都可以给我们返回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success 那么看一下我们的complete 会返回什么呢 会返回的信息是一样的 那么下面会给我们返回一个getSystemInfo 码号OK 说明我们的回调是成功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API的使用方法 API有很多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一个一个的去实验了 我们可以根据文档 每一个API呢 我们自己去调用一下 看一看它具体是做什么的 再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条件编译 条件编译就比较简单 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我们具体怎么用呢 我们条件编译需要写在我们对应的一个注释里面 比如说看我们的模板 模板的话 我们的注释是什么样呢 我们模板的注释这样写 然后一个紧 一个IFDEF 然后空格 空格呢 我们只要缺文空格 你可以看到 当前呢 我们的一个代码提示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所有的平台 比如说我们要把它编译到H5 那么我们需要选择H5就可以 同时呢 我们可以需要使用一个或者 或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除了我们的H5 我们还可以在什么平台去显示呢 比如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一个APP平台 用APP-PLUS去表明我们的一个APP端 这样只是我们一个开始 那么怎么结束呢 结束同理 我们需要的使用是紧 然后END IF 这样的话 之前我们写的一个组件呢 就会只编译到我们的H5 或者我们的一个APP平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这样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按钮是显示在这里的 因为目前我们只运行在H5 所以我们只能拿H5来举例 那么我不想让我们的H5去显示呢 那我们把我的H5删掉 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只在APP端才会去编译我们的一个组件 那么回到我们的H5呢 你会发现我们的组件消失了 然后我们实际再来去选择我们的下元素 你可以看到 当前我们的元素内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我们编译出来的代码是没有任何冗余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条件编译的一个好处 我们的对应平台的条件编译呢 只会把我们对应的代码去编译到我们对应的平台 它不会去做成一个冗余的代码 然后留在我们的项目中 不进行显示 那么如果说我所有的平台都显示 只有我的H5不显示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不能这样写啊 我们的MP 那我这样写可能会写很多 可能我们会写很多的一个条件 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一步后面加一个N N呢 就表示我们的某一个平台不去显示 比如说我们不让它在H5 只有H5不显示 那么其他的平台都显示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还是H5是不显示的 如果呢 我们把这里改成一个微信小程序 也就说只有我们的微信小程序 是不显示我们这个组件的 其他平台都是显示的 那么我现在应该在H5中会显示这一个组件 看一下 我们的组件是正常显示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条件编译 那么条件编译呢 在我们文档中有许多的值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介绍 然后去点击啊 我们的一个条件编译 在我们的左侧的中间部位 有一个条件编译 点开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条件编译的一个代码 我们怎么写 对不对 那if def表示仅在某个平台下出现的代码 那么if ndef呢 也就说除了某个平台 我们在其他平台存在的代码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或来表示我们的多个平台 然后我们的一个取值 我们后面跟着一个平台的值都有哪些值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app plus表示我们的app端 然后app-plus-nmail呢 是我们的nmail的一个平台代码 h5 mp微信 mp阿里 mp白度 mp偷雕 mpQQ 最后是mp表示所有的小程序平台 然后有一个我们支持的文件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条件编译 回到我们的代码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模板中使用是我们模板的注释 那么在我们的逻辑中呢 在我们的script里面 那么就使用我们的杠杠就可以 然后紧 结束呢 同理 ndef 那么在我们的样式中呢 样式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杠星 星杠这种方式 去写我们的一个条件编译代码 然后我们的h5 那结束呢 我们有一个紧 等等 这是我们在不同的啊 代码块里面去写我们的一个条件编译 那么条件编译其实也不是很复杂啊 也是比较简单的一块内容 虽然简单 但是对我们一个跨平台开发的帮助是很大的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条件编译的一个写法 我们来看我们最后一部分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一个页面布局 页面布局呢 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可以去说 它跟我们平常的web开发是几乎一样的 包括我们的一个小程序啊 vail啊 或者我们一些h5的开发 我们在使用过程中 区别都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面没有body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在我们普通的web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最外层会有一个body的一个标签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最外层是一个template 是没有body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给我们当前一个页面的一个最上层去奢侈一个样式呢 好我们叫unyap 我们直接可以在我们的style中去使用page page呢就跟我们的body是基本上是等价的 我们直接在这里我们给他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比如说我们就设置啊这个蓝色就行 我们保存看一下效果 可以发现我们的背景啊变成了一个蓝色 这就是我们配置的一个作用 再然后呢我们的一个尺寸单位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content 我们在这里去给我们定义一个类名 class content 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去用我们的一个尺寸单位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字体大小 我们可以用比如说12px 我们可以用一个px 还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小程序的一个响应式的单位 就是我们的rpx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rem 还有一个我们的vh跟vw 我们的一个屏幕高度 跟我们的一个屏幕宽度 这些单位呢 我们在uniapp中是都可以使用的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px跟我们的rpx有一个换算 在我们书写的过程中要去注意一下 那rpx怎么换算成我们的px呢 那rpx呢是一种根据屏幕宽度 自适应的一个动态单位嘛 所以在我们的uniapp中 它是以750宽的屏幕为基准的 我们的750rpx呢 恰好为我们的屏幕宽度 屏幕变宽呢 我们的rpx实际显示效果 会等比的有一个放大 这就是我们rpx的一个注意事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去引入我们的一个 外部的一个样式文件 我们在这里去新建一个css文件 我们叫index.css 我们给它一个类名 比如说我们叫color color是什么呢 有一个包袋 epx 然后红色的一个边框 我们要在我们的index.vue里面 我们去导入 那么导入呢 我们需要使用at import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写我们的一个文件路径 就是.gang index.css 这样呢 就可以去引入我们的一个外部样式 我们保存之后呢 在给我们的class里面 后面我们再加一个color 这个color呢 在我们的页面里面是没有定义的 我们把它定义到我们的外部的样式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生效 可以看到哈 我们当前的一个color边框 是已经生效的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引入外部css的一个方式 除此之外呢 建议我们的开发布局 我们尽量使用flex flex具体怎么用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一些网上的教程 我们都会有一个详细的教程 在这里flex 我们就不再去过多的去解释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页面布局相关的一个内容 我们的社会 现在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帮助